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kimmy 我是一名做心靈成長類以及情感類主題的YouTuber兼作家 換句話說 愛的能力以及個人魅力就是我賴以為生的吃飯工具 那今天要踏上這個舞台其實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緊張喔 感謝今天來的各位TED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神聖的殿堂 那在準備今天的TED Talk之前其實我很認真地想了一下 來聽TED X的各位都是些什麼人呢 來聽TED X的各位聽完之後希望獲得什麼 後來我發現了來聽TED Talk的人都在尋找一種被負能的感受 我們渴望在每一場的18分鐘過後因為某個人的話語而感到充滿能量 感到被啟發或者甚至是某種更為強大的感受 比如說找到自我認同 三年前2016年的12月我仍在洛杉磯好萊塢的某一家小經濟公司工作 那是一份連勞務合同都沒有簽署的無薪實習生的工作 我在那裡待了十個月後來當我終於下定決心 要離開這個日復一日子幹雜事的工作時 當時我的老闆卻對我說 Kimmie you fucked up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you can be your own boss 翻成中文來說呢就是 Kimmie你搞砸了 你是沒有辦法愛幹嘛就幹嘛的 你是不能成為自己老闆的好嗎 時間快轉去年的12月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當我在CEO任命同意書上簽字的那一瞬間 蠻巧的喔那也是一個在內湖的明媚的午後 當我在CEO任命同意書上簽字的那一瞬間 其實我挺想哭的 大學畢業到現在四年過去了 我從一個在社交場上發言不被重視 在工作場上空虛迷惘 在戀愛場上怎麼好像總是愛而不得的姑娘 終於向自己和世界證明了 我有我的魅力 而且我值得被好好珍愛 尤其是被我自己給好好珍愛 我們都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 在一個聚會場合 因為恐懼自己說出來的話 會被認為是愚蠢的 或者是被忽視 所以我們選擇了三間其空 當別人問起我夢想的時候 我們隨便說了一個downgrade很多的版本 明明渴望創業 卻說現在朝九晚五的工作就挺好 明明希望出國深造 卻只說存錢去旅遊就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 勇敢地去相信這個理想 我們自己都恐懼這個理想 只會是癡人說夢 在我作為YouTuber的職押 稍微有了一點顯著的成績之後 曾經我有一個在上海認識的 焚嶺階級的朋友 她告訴我說 看到你這樣我真的好感動 我也想要勇敢地揮別那些 我其實並不想要的生活 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認識這個女生的時候 我剛從台北某一家知名的 遊戲業外商公司離職 獨自一人搬去上海 為了好好沉澱自己 也為了尋找自己在創作這件事情上 可攻發展的途徑 那後來的結果大家也知道了 我反正今天就是站在這裡囉 那這個女生呢 這個女生今年 她果真也攒著自己的積蓄 離開了她原本在做的工作 現在她跟三五志同道合的好友 一起在做教育類課程的開發 常常也會有觀眾啊粉絲私訊我 告訴我說 我的影片內容使他們落淚 並且在落淚過後 也幫助他們找到了一點點 重新面對生命挫折的勇氣 他們當中有一些人 終於脫單交到男友交到女友 也有一些人終於下定決心 走出失戀的傷痛 還有一些人開始好好思考 自己五年內的短期目標到底是什麼 並且也相信自己有能力 能夠去把它完成 魅力今天的主題是魅力 魅力這個詞我們把它拆解來看喔 魅是結果 是你散發出來那種魅惑人心的氣場 而力呢 我覺得力是本事 這個本事就是你懂不懂 好好愛自己的能力 在劍橋詞典中 他把魅力 Charisma一詞定義為 某些人自然擁有的特殊能力 能夠影響別人 吸引別人的關注與傾慕 這幾年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接觸過 續續多多不同的人 我也跟續續多多不同的人共識過 他們當中有非常有魅力的人 也有還在摸索不太清晰的人 後來我發現了 有魅力的人 換句話說 有影響力 有吸引力的人 他們都很懂得拋掉三個 會拖累我們人生的壞東西 到底是哪三個壞東西呢 第一個 自我忽視的習慣 因為我是做情感類內容起家的嘛 所以我常常會收到一些 觀眾朋友們求助的來信 在這些求助的來信中 我發現了人們在情感中 很容易自我忽視的一個傾向 比如說最近我收到一個女生的私訊 她的大意是問說 因為她埋怨 男朋友下了班回家只想睡覺 放假在家只想耍廢打電動 都不願意陪她出門走走 甚至是不願意陪她聊聊天 結果導致了這個男生 直接提出分手 那她來信的大意是問說 她該如何挽回這段感情 在她那一段訊息裡面 有一句話讓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她說 我有告訴她我會改 我不會再拿這件事情吵她 不會再拿這件事情煩她了 是不是很吊詭 她明明原本透徹地明白 她就是想要男朋友陪伴她 她就是想要男朋友跟她 產生一些情感 以及生活上的共振以及共鳴 但是當對方也很明白地表態說 給不了的時候 因為我們察覺到有可能會失去這個人 所以我們就開始選擇了自我忽視 我們告訴自己說 沒關係 這個渴望我可以隱藏 那個需求我可以捨棄 只要她回來 只要她留在我身邊就好 我覺得人們有時候對於 擁有和失去的理解 還蠻混淆的喔 我從來都不覺得擁有和失去 是一個反義詞 我覺得擁有和失去的概念 更像是一個複合體 就拿這個女生來說好了 分手 對她失去了一個男友跟一段感情 但是她同時也擁有了 重新去選擇一段更適合自己的 更符合自己需求的感情的機會 很多時候我們選擇自我忽視 是因為我們恐懼會失去我們 此刻現在正在擁有的東西 但是換個角度來說 難道我們要一邊擁有的這一些 會讓我們痛苦的東西 然後一邊選擇失去自我嗎 回到那個分手的小故事裡 如果這個女生 在她男朋友跟她提出分手的時候 不是立刻選擇自我忽視 而是坦率地冷靜地告訴對方說 作為你的女朋友 你對我感受的不重視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失望 那既然你已經選擇了 沒有辦法跟我共同協作成長 那OK 我們就分手吧 這樣的她 對於在聽故事我們來說 一定是更有魅力的角色對吧 有魅力的人很懂得拋掉的第二個東西 是別人的框架 賈伯斯做蘋果 推翻了傳統手機所認定的框架 YouTube做影片平台 推翻了傳統電視節目所認定的框架 迪士尼新版阿拉丁真人電影廣受好評 因為他們賦予茉莉公主一個新時代的價值 她勇敢地去推翻了自己國家 女人不能當國王的這個框架 她去愛 去追尋 去勇敢地抓住自己想做的東西 而不是她爸或她爸的北溪大臣告訴她她應該做的東西 我們在華文社會長大 我們都看過很多痛苦的壓抑的小孩 爸媽說要考建中 爸媽說要考台大 爸媽說要讀商科醫科法律系 所以他們收集了自己畫的漫畫 藏起了自己拍的手機短影片 去走一條將來會被長輩或者是路人擇擇撐線的道路 我們也看過很多盲目的迷失的年輕人 下意識的不斷在跟別人攀比 我的好姐妹都結婚嫁給有錢有為的青年了 我還單身沒人 要真是丟臉 我以前的同學們怎麼好像都當主管出國讀碩士 賺到第一桶已經喜提B&W了 我還在當個自由業的接案族真是丟臉 連去同學會都抬不起頭來 我在多倫多讀書的時候 曾經遇到過一個愛爾蘭移居到加拿大的年輕男子 剛認識他的時候我問他說 欸 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啊 當時的我以為我會聽到一些以世俗的眼光來說 光鮮亮麗的回答 比如說什麼投資啊 會計師啊 專業訓練人員啊 之類等等的 因為畢竟我們對於移民的潛意識聯想 好像總是跟有錢脫不了什麼關係 但是這個男生的回答是什麼呢 這個男生告訴我說 喔 我現在在工地搬磚啊 然後他開始跟我分享 工人們在工地工作時 彼此調侃 唱唱歌 互相激勵的生活 他們看著路面跟建築一點一滴在大家的努力下 共同完成的那種成就感 還有下了班 沖了個澡 到酒館去喝點小酒看看球賽 聊聊國家大事的休閒娛樂 他在跟我說這些的時候 他的眼神中閃耀著坦蕩 而且自信的神采 那一瞬間 反而是我為了我曾經 用自己的框架去局限他的世界 而感到羞愧 在Olivia Foskaban出版的魅力學 The Charisma Myths一書裡 她提到 消除自我懷疑 是建立魅力的一大關鍵 人們在自我的渴望 以及他人的期待發生衝突時 往往很容易產生自我懷疑 我們用別人的框架 別人的期待 來殘酷地審視自己 然後也變得越來越懷疑自己 也變得越來越沒有魅力 有魅力的人很懂得拋掉的第三個東西 就是自我否定 自我設限 我曾經 我曾經愛過一個男孩子 在這個神聖的殿堂 講這種小情小愛 好像有點不好意思喔 我跟他是在北京電影劇組認識的 他不是專業演員 他就是一個來客串演出的配角舞者 他是一個很謙卑親和的大男孩 我還記得初見他的時候 全劇組上下 沒有一個人覺得他特別突出 或是特別有魅力 或者是特別帥 但是後來呢 這齣戲的選角發生了問題 原本要演出主角的那個男偶像 突然不能演出了 這個男生因為自己的舞蹈能力 所以就被導演硬生生地拜託 去接下演男主角的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男主角的人物設定 是超有魅力的高富帥 我還記得當時整個劇組都在私下議論說 怎麼可能啊 辦不到吧 一個謙卑親和的小夥子 是要怎樣演出超有魅力的高富帥啦 但是半個月之後 大家就開始發現 好像有哪裡變得不太一樣了 先是製片人無意間地提起一句說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誰 最近好像變得挺帥的 我經過他的時候都不得不都瞧他兩眼 大家開始針對這個觀點七嘴八舌地討論了一番 都非常同意製片人說的事情 但是誰也沒有辦法具體地說出來 到底是哪裡變了 反正這個人就是整個人都散發出魅力的氣場了 因為我也很好奇嘛 所以我後來私底下就去問過這個男生這件事情 結果他回答我說 我每天早上起床看著鏡子告訴自己 你是從容自信的富二代 你舉止優雅 你沉穩誘人 你瀟灑 你也很帥 當下聽完的時候其實我很沒有禮貌笑出聲了 另一方面我想說 哇塞 還真有用耶 另一方面我又想說 哇塞 還真的會有用喔 不過呢 在這一年間因為工作的關係 積極接觸心理學相關的資訊之後 我發現這其實就是法國心理醫師易米克愛所提出的 正面自我暗示理論 這個正面自我暗示呢 現在也是醫學界廣為流傳 廣受歡迎的一種心理治療方法了 它能夠很有效的幫助我們去克服焦慮啦 沮喪啦 壓力等等的負面情緒 來達到一個自我提升的效果 就像這個男孩子 他從原本謙卑公順的小透明 變成連越人無數的製片人 都不得不多瞧他兩眼的魅力男子 也讓我連那三年過後 都還對他這變身的魅力念念不忘 連在Tech Talk的舞台上都要提到他 當你很愛很愛一個人 或者是很愛很愛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很重視他 你會無時無刻都在關注他 你不會管別人怎麼說他 因為你就是愛他 你會賦予他重要的地位 因為在你心中他就是那麼的值得被看中 我們很多人都會說要愛自己 可是一邊說完我們又覺得 這個說法太老掉牙 太恐返 根本成槍爛掉心靈幾趟 但我想那也許是因為 我們還沒有透徹的去找到一個 清楚的愛自己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愛自己的方法 就是剛才那些了 你會很重視你的愛人 所以當你的愛人變成你自己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拋掉自我忽視的習慣 你不會管別人怎麼說你的愛人 所以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拋掉別人的框架 別用別人的框架來束縛我們自己 你會賦予你愛人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拋掉 自我否定與自我設限 相信自己有能力踏上任何你賦予你自己的寶座 說了這麼多別人的故事 現在我想來跟你們分享一個我自己的小故事 大學畢業以後 我作為一個藝術系畢業 注定要餓死在這產業鏈上的畢業生 在生計的壓力下 在夢想與現實的妥協下 我做過許多 其實沒有辦法讓我 有種感到快樂的工作 在舊金山連鎖服飾店 當儲備店長的時候 我每天要折上百上千件衣服 我一邊折一邊就在想 如果明天我就可以脫離苦海 我就可以過上我夢想中的日子 我希望那會是一片怎麼樣的光景 後來到了洛杉磯好萊塢 我在日復一日只幹雜事 每天幫老闆訂便當 查資料 幫一些永遠不會被拍成電影的三流腳本 做懶人包的時候 我問我自己 我現在之所以沒有錢 都還願意幹這件事的原因 到底是因為我真的熱愛 還是只是為了當我說出 我現在在好萊塢工作啊的時候 別人會回給我的那一句 哇 很酷 很厲害耶 到後來我到了北京跟電影劇組 其實我從小對於編劇跟寫作 就有特別的熱愛 但是當我好不容易找到機會 鼓起勇氣去請教我們那一齣戲的劇作家時 卻因為自己不受重視的助理身份 而得到了冷淡忽視的回應 那其實我不怪那個劇作家喔 因為畢竟人家那麼忙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也不會有時間想去理會這個素媚評審 自己在那邊迷惘的年輕人 不過也就是在那個時候 我問我自己 作為一個被人呼來喝去的小助理 進入這個產業真的是對的嗎 我現在就像一個爬樓梯爬得要死的人 難道我沒有辦法直接搭電梯 到我想要去的那一層樓嗎 所以後來當我搬到上海 然後決定做YouTuber的時候 我的思考脈絡是這樣的 我不再忽視自己對於創作的渴望 我也不要管在別人的框架裡 這件事情到底被不被世界所看好 我就是要給我自己一年的時間 我用這個時代賦予這個時代人們的網路舞台 我要去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番天地 等到有一天 當我在流量影響力上 都有點沉積的時候 也許出書當作家 參影電影編劇或演出這些機會 都能夠水到取成的出現在我的身邊 而現在他們也確實都出現在了我的身邊 但是當時為了這個決定 其實我是失去了一份親友稱憲的工作 我甚至失去了一份穩定的收入來源 但是我同時也擁有了逐夢的價值空間 也就是因為當時的這個決定 今天我才會有機會站在這裡 與你們彼此陪伴 共同度過這如夢似幻的18分鐘 那現在說完了我的故事 也聽完了我認識的 許許多多人的故事 也聽完了心理學工具理論的故事 其實我也蠻想聽聽看你們的故事 前陣子我收到出版社的邀約 要我為Michelle Obama 美國前第一夫人的新書來撰文推薦 這本書叫做成為這樣的我引導式筆記書 當我打開email裡面夾帶的 全文附件電子檔的時候 接下來我想要跟你們分享的這一句話 就跳入我的眼中 他說如果你妄自菲薄 別人大概也只會覺得你的故事不值一提 所以即便有些時候不太容易開口 你也得鼓起勇氣述說 因為這個世界需要聽到你的故事 今天來聽Tab Talk的你們 你們的故事是怎麼樣的呢 我相信你們一定也跟我一樣 曾經遇到過困境或者是挫折 然後克服了或者是正在克服它 通過聆聽一個故事 我們可以很好地了解一個角色 通過聆聽我們自己的故事 我們才能夠更好地了解自己 所以愛上你的故事吧 愛上你故事中所有點點滴滴的坎坷 愛上你所有撿不斷裡還亂的迷惘 愛上你的空虛 愛上你那些自感驕傲的時刻 也愛上你所有的寂寞與渴望 更要愛上去相信你所有的潛能還有夢想 愛真的是具有感染力的 當你愛上了你自己吸引了你自己 影響了你自己之後 你就能夠吸引這個世界影響這個世界 讓我們一起成為更有魅力的自己 把魅力變成我們的超能力 我愛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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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